您现在收听的是 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节目 若惠法师 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 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弟子 生于信佛之家 自幼如染佛法 常养向道之志 1979年 法师于年华正圣之际 在台湾李谦佛山菩提寺 白云禅师座下出家 法师学佛不拘一门 而能生气佛教经脏义理 通袭各教派理论 出家之后数年 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 哲学研究所深造 1990年 以金刚般若波罗秘经空艺的研究为主题 完成硕士论文 1996年 若惠法师赴美参访深造 数年之后 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身教 于2004年 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 容认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主持 2015年 升任华藏寺主持 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 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 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 为美国民众和世界的慈悲 幸福 安乐 众生的福慧圆满 解脱成就而努力 欢迎我们的听众准时收听 借心经说真谛这个节目 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在经文诵读之后 也会请来特别来宾 我们也会请法师会针对在佛教里面 或是在经书里面各种的问题 会和大家结意打获 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华藏寺的助持 若惠法师 法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法师我想请问 在佛教谈到有一个叫所知障的问题 法师 您也跟我们的听众谈一谈 那怎么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呢 说到这个所知障的问题 他既是佛教的 又不是佛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是佛陀 首先告诉所有的人们 众生有所知障这个问题的存在 但是呢 正是因为所知障 是所有的众生都有的 而不是只有佛教徒才有 所以呢 我又说 它又不只是佛教的问题 那么第三世多节枪佛 就明确告诉大家 众生有两大障概 一个是烦恼障 另外一个就是所知障 主持人提到所知障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谈谈所知障 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了解 并且破除了所知障 那无论是世界上的知识累积 发明创造 事业成就 还是出世间的正量功夫 它一定都会大有精益 可以说会有突飞猛进的收获 那么什么叫做所知障呢 简单的说就是 我们已经具备 所知道的知识 或者是见地 或者是拥有的实相的本事 成为自己学习新的知识 发展新的技能的障碍 在任何时候 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 拿去对之外来新的知识 一旦新的知识 新的情况 与他自己原有的知识 相抵触或矛盾的时候 他自认为 我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因为我有经验 结果这恰恰是一种障碍 这种情况是 所有反复都会犯 所有众生都会犯 这个所知障 是最容易耽误人的 它是从无名的业力当中 产生出来的力量 使自己就变成固执了 就说以自己 不加深思的那种 单纯的想法 那种愚痴为机 拿来定这个理 到底是不是真理 因为自己的知识领域 有所局限 认识就不周全 那么定了肯定会错的 这一错 见到的就是不好的后果 这种情形是常见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等一下 举一下比较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明白 就是说这个所知障 它其实是可以改的 因为我们可以不要它 不让它成立 完全就可以马上把它消灭掉的 当我们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 你只要不要犯这个所知障碍 那就成功了 我们这里就举这个例来讲 比如说在有些华人的家庭里 这个年长跟年少的 他们那一辈之间会闹矛盾 年少的就想到 我们是现代人 过的是西式的开放生活 你们那个年代的人懂什么 我们青年人 根本就跟你们的想法 理念 见地完全不同 所以有时候 父母很难以管教子女 因为子女认为 他在学校 社会 或者在朋友那里 甚至从电脑上 学到很多知识 父母还不及他的 父母都固步自封 是保守主义 因此这个年少的人 他就犯了 我们所说的所知障了 殊不知 他的父母懂得的 比他多 他很多都不懂 因为父母累积了 多少年的社会经验 并且长骗了 三田苦辣 可以说见多世广 青年人懂多少呢 反过来 父母这边 其实会犯所知障 因为他们就想到 你们这些小孩 还没学爬 就想学走 我们见得多少了 因此就认为 子女这一带 很多地方都要向他学的 认为青年人的东西 不成熟 是不可以用的 其实青年人 确实有些东西 父母是不懂 不理解的 所以那个青年人 也就不接受了 那对父母 就产生抗拒 所以这一下 就会出现 叛逆的现象了 其实青年和长辈的 或父母跟子女之间 都是犯了所知障的 如果我们父母 不犯所知障 我们就要去理解 年轻人 他们在学习什么 做些什么 哪些我们不如他的 如果子女 他本身不犯 这个所知障碍 他就要想到 我们的父母 也一定有非常好的经验 我要好好地了解他 向他们学这些 好的地方 彼此之间这样 就没有所知障 那么所知障 所以会存在 他们之间 是因为 他们本身学到的 固有知识 成了他们的标准理念 就拿来衡量 与他不同的知识 乃至于隔代 不同的见地 因此就变成了 所谓的代沟现象 其实这个所知障 是可以不存在的 关键的就是 我们自己要明白 我们在任何时候 知识都是不足的 都是不丰富的 这样想我们才能进步 我们什么东西 都要求学 三人行 必有我实验 要养成一个 善于多求多问的 我们要向人家学 敢于把我以前 学到的知识放下来 不要把它成为 自己的障碍 这样子就能学到 真正的知识 能得到政治正见的 见地 你就能进步 所以这一点 是非常的重要 听起来这个所知障 就等于像一个带子 你把它清空 每次你才能够 撞到新的东西在里面 否则的话 你的东西都满满的 堆在了里面 你可能就 也没有空间 也没有这个机会 去接受一些 你可能所不认知的 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说 你这要是敞开心胸 广纳万物 对 有容乃大 所以也谢谢 荣惠法师 跟我们浅谈了 所知障 当然这个也会要 跟你这个年龄 还有你的阅历 那所知障 它所具体指的问题 也会很不一样 法师 您刚刚说到 两代之间的例子 特别的贴切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家庭 如果在海外生活的 有这种文化差异 甚至在这个周遭的环境 又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下 这种隔代之间的沟通不灵 我觉得问题会更严重 您刚刚也说的很对 两代人 他们各自都犯了 他们的所知障 那其实 法师在宗教信仰 或是在学习方面 如果他们也会犯所知障 具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接下来的时间 还是请法师进一步 再和我们的听众分享 谈一谈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这个道教先人 吕东斌 我们就以他为例子 来看这个道教方面的情况了 以此先作为说明 吕东斌 他因为有觉悟到自己 是我职所障 在学修上 他确实是不够的 所以他愿意放下自我的偏执 接受黄龙禅师的教化 他也得到传授了 这个言语道断 心形极灭的顿悟法门 他能够顿抄直路 境界非要 最终他出离三界生死的束缚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学道教的人 很多他们都存在所知障的 比如说一直认为 他自己信奉的道教很高明 什么教都不行 哪个教都不如他的教 他说成仙人多了不起啊 而且很多神仙故事都给他支撑 那么你们佛教四大皆空 空了还有什么意思啊 毫无意义嘛 只有我们道教仙人 可以藤云 可以驾雾 可以呼风 万语 还可以变化 变苍吟 变蚊子 都可以 你们佛教搞什么呢 四大皆空 还讲菩提心 利益人 就把那个佛教就矮化得不得了 殊不知 他其实是犯了极大的手之障 我们的光阴呢 是迅速飞逝的 很快人的一生就完了 你一踏入道教之门以后啊 等道教都还没有理顺 人就快要死了 更不要谈 他还能学到佛教的 正知正见的法门 他就根本没有机会去学了 也就是说 这个道教就把他物陷进去了 他就学不成了 所以任何时候不犯所知章 这个是很重要的 学道教的人 研究他的道教是对的 应该的 那么行实善呢 也是好的 但是呢 他就不知道 佛教也是要 首先讲行实善 那道教呢 讲清净无为 就是万法都不着之心 但是他恰恰就忽略了 一个很大问题 无为呢 并不是最高的究竟境界 因为无为中 没有报身的力量 但是佛教呢 他是一个最圆满的成就 如果学了道教 固步自封 他就不晓得 还有更高的成就 就错过学法的因缘了 当然佛菩萨呢 会化现不同的形象 去度化各类的众生 所以道教 也会有佛菩萨化身 去教他们的 那佛教呢 从来不会排斥 这些外道外教 对任何外道 都是爱护的 因为佛陀呢 连魔都要度的 所以设立佛 他原来是外道 然后呢 设化他来学习正法 得到大成就 木剑连呢 也是外道 同样设化他进来 都成了佛陀的大弟子 还有鬼子母啊 是吃人最凶的妖魔道 那一样的设化 来归一成为长寿女 女菩萨 所以外道呢 他们只要放下所知障 也能跟随佛菩萨 学习得到解脱成就 我们这外道的概念呢 没有贬低或无辱的含义 外呢 其实就是说外边 就说除了佛教 任何教呢 都叫外教外道 它是建立在佛教之外的 不同于佛教的 就说不能把它归到佛教里面来 是这个概念的 好 那我们继续要请教法师的是 我们有经常看到有的人呢 跟刚才的典故也比较像了 就是他有自己的主见 也很固执 他认为对的 他可能觉得 他只要认知以外的 都是不对的 所以会做出很多错误的事情 错误的决定 也像你刚刚提到 吕洞宾 他也会后悔 就是有一些后悔莫及的 这种情况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刚才法师提到的 动兵飞剑斩黄龙的那个故事呢 我们在之前有跟听众去分享 因为法师也特别 跟我们介绍了这个典故 也跟大家说到了 道教还有佛教 在成就上面的差异 那如果照法师这样说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机会 就会犯下这种所知障 那可是你提到的要放下 有的时候又跟我坚持 他就有一线之差 我想请问法师 那对于固执跟坚持 他是不是有一些 比较能够让自己清楚的认识到 什么叫坚持 什么叫固执呢 其实在这里面所说的意思是说 你要对好的东西 我们当然是要把它保持 就像我们学佛也是 这些善的好的 我们都要继续保持 但是我们要开放心胸 要能够去多学习 因为你的所知是不足的 所以当你如果把自己局限在 你自己这个范围内 你就很多事理都不明白 所以是这个原因才说 不要让所知成为你的障碍 这样你就没有办法进步了 那会不会也会跟他 没有办法判断 哪一个是真知灼见 会不会有关系 因为他可能觉得 他觉得那个就是真的 当然了 所以才会说 我们要不断的去求知 当你有各种学习的机会 有各种资讯 要去多听多看 如果觉得好的 我们就好好去学习 这样对你都会有帮助的 那宗教信仰 它毕竟还是有派别 或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对不对 它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 我当然去深究我的宗教的时候 很自然有可能就会忽略了 刚才法师您教给大家的 我也学会了外教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又会怎么去做好平衡呢 现在其实也是 因为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大家都会有机会去接触到 其他宗教的资讯 所以如果你真是对宗教有兴趣 你想深入去探讨 那我想你应该是会有各种机会 去得到不同的讯息 这当中你就要去比较 好的你觉得有合理的 你就接受啊学习啊 佛教是以礼服人嘛 他是告诉你真理是这样的 那你自己呢 如果觉得它合理 你愿意来学习 就欢迎你嘛 对或者或者是可以找法师 对不对 有机会可以 我觉得问问题或者是求知 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过程 那是必须的 对 因为你要保持这种求知的欲望 那证明你还是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 否则你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学够了 我知道的已经是全部了 那这个就是法师你刚才说到的固步自封吧 是的 对 那希望我们这期分享的内容的话 也会对大家对于在佛教里面所知障这个问题呢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如果大家听众也像我有的时候听完法师的讲解 或是听到我们的一些经文的诵读部分 有任何的疑问 其实除了听节目 我们共同学习的机会之外 也可以打电话到华藏寺 或是在南加州的圣基寺 华藏寺的电话是415-920-9816 415-920-9816 圣基寺的电话是626-797-1590 626-797-1590 我们这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特别来宾 华藏寺住持若惠法师 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从8月1日开始 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播出 拿摩第三世多结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经书公读 敬请留意 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 请与圣基寺联络 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